这个地方的话,把刚刚的动作大概在重点提示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寻找 这边的话,寻找 确定 要特别注意,就录在那个现用活跃簿 跟那个档案放一起 好了,之后的话,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怎么样呢? 要筛选 所以这边游标,建议你们直接最好是先放在最刚开头 就是Ctrl向上 放在最上面 然后点资料里面的筛选 如果已经筛选的话,就把它取消,再筛选 筛选之后的话,就是Auto 这边有一个指令,它叫做Auto Filter 就是给它一个筛选器 好了,之后的话,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步骤是要找到老王 我们就找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的话,随便找一个老王,按一个确定 那就老王的部分就出来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就是Ctrl Home 移到左上角 或者你点这边也是一样,可以了 然后再来Ctrl Shift加End 全选 全选之后Ctrl C,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呢,再插入一个新的 所以这边点一个,插入工作表 插入工作表之后,按Enter 或者Ctrl V也可以,Ctrl V贴上 那贴上之后这一步,特别注意 因为它有一些栏位的间距有没有 它没有不够宽,会产生紧致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全选 在其中一个栏位宽度里面点两下 它会自动调整宽度 点两下,这样就调整好了 所以刚刚应该有同学,这个步骤应该做不出来 所以这边就要全选 在A跟B,然后B跟C 其中一个游标像这样的时候 快点两下 那快点还有技巧,你不要点的时候偏掉